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小约翰》。 有一本书,鲁迅先生曾评价它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并且亲自翻译。 有一本书,曾被人们誉为《十九世纪的小王子》。 有一本书,看似是一则童话,却倒见了人生的哲理。 这本书就是荷兰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小约翰》。 这本书的作者是荷兰最受读者喜爱,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弗里德里克·凡·伊登。 伊登本职是一名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且成就斐然。 在思想方面,他不仅深受十七世纪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自然神论》的影响, 还对印度的东方神秘主义哲学抱有浓厚兴趣。 是他最早将印度大事人泰格尔的散文诗集《吉坦伽利》介绍到荷兰。 与书中的小约翰开始于奇妙地幻游,而最终踏上他的辛劳之路, 那通向人类的、苦痛的、深沉的大城市一样。 伊登本人也是勇敢而热忱的探索者, 经历过一段由理想和浪漫回归现实的路。 他曾在荷兰北部的比瑟姆建立了一个财产工友,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社, 并根据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命名为瓦尔登。 这个乌托邦实验虽然失败了, 但我们相信,小约翰结尾所指引的那直面人生的现实之路, 仍将激发并引导一代代少年的勇气和理想。 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小约翰开始一段奇幻的妙游吧。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小约翰, 这个住在有着大花园的老屋里的小朋友, 看他如何在自己的家里做一个小小探险家。 其次,我们跟着小约翰还有他的朋友青丰娃娃, 一起开启一段神奇的旅行, 去看看蟋蟀学校里的奇妙日常。 然后,我们将跟着小约翰去兔子家参加一场以募捐为目的的慈善晚会。 那他们为了什么而募捐呢? 最后,我们将和小约翰一起听听 萤火蚯蚓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本书的内容吧。 小约翰,住在一栋有大花园的老屋里。 对小约翰来说,这里就是他的世界, 充满了形形色色、神奇与迷幻的故事。 在这里,他可以成为周游远方的探险家。 他也会给自己发现的一切取一个好名字。 小约翰给老屋房间取的名字都来自动物界, 比如毛毛虫阁楼, 因为他曾经在这儿养了一小窝的毛毛虫。 再比如小小鸡屋, 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找到一只母鸡。 这只母鸡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小约翰的妈妈专门放在这个房间付小鸡的。 在花园里,他也用自己喜欢的植物名称为每一处命名, 盆子山、梨树林和草莓谷。 花园深处有一片他取名为天堂的地方, 这里真是美妙至极。 池塘彼岸是一座座沙丘, 而天堂是岸边的一片草地, 由矮林环绕, 而矮林从中夹杂着很高的叶鹰草。 小约翰并不是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的, 他有一个细心照料他的爸爸, 还有一只名叫布莱斯的狗, 和一只名叫西蒙的猫。 像一般的大人那样, 小约翰对布莱斯和西蒙的爱丝毫不少, 他甚至愿意同布莱斯分享自己的秘密, 而对西蒙, 他却充满了敬畏之心。 但这并不足为奇, 西蒙这猫身材硕大, 一身深黑色的毛散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亮, 毛茸茸的大尾巴向上高高翘着。 小约翰的父亲是一位既聪明又认真的人, 他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远足, 他们俩一起穿越过许许多多的森林与沙丘, 这种时候他们一般交谈不会很多。 小约翰会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约十步远的地方, 他向遇见的花儿们问好, 也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待在同一个地方的大树们招手。 他用小手抚摸粗糙的树皮, 然后这些巨人般的大树便会用树叶发出沙沙的动听的歌声表示感谢。 后花园的池塘边很温暖, 四处没有丝毫的响动。 小约翰来到一小块草坪上, 凝视着藏在云中的神秘的洞窟。 突然, 小约翰发现一只蓝色的大蜻蜓停在了船弦上,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蜻蜓。 他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 但翅膀却不停地抖动着。 小约翰似乎可以看见 在那对煽动的翅膀的肩上形成的耀眼光环。 小约翰猜想, 这一定是一只火蝴蝶, 而且是极其罕见的品种。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小约翰低声问。 这种和陌生人问话的方式有些奇怪, 可此刻不同寻常。 小约翰有一种感觉, 他好像认识眼前这个相貌奇特的蓝色小人 已经很久很久了。 好的,小约翰, 我们可以做朋友。 他听到一个声音这样回答, 那声音轻盈的好似晚风中荡漾的芦苇, 又如森林中落在叶子上的雨点声。 你叫什么名字? 小约翰追问道。 我出生在一个专门用来储存风的杯子里, 你就叫我清风娃娃吧。 清风娃娃笑盈盈地, 目不转睛地顶着小约翰, 小约翰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今天是我的生日。 清风娃娃对他说。 我就出生在这附近, 就在第一束月光照亮大地 与最后一抹西洋交汇的那个瞬间。 常听人们说太阳是个女人, 但这并不确切, 因为太阳是我的父亲。 你是我的第一位人类朋友, 但是我信任你,小约翰。 你要答应我, 永远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我的名字, 也不要提起我的事。 你保证能做到吗? 嗯,清风娃娃, 我保证一定守约。 小约翰回答。 来,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 小约翰。 清风娃娃一边说着, 一边张开五光十色的翅膀, 拉着小约翰和他的小船 在水面上继续向前。 他们一同穿过月光下, 一片片闪闪发亮的睡脸。 小约翰现在相信, 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很小, 很轻。 不过, 这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想象罢了。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 自己刚才可是顺着一颗 芦苇的嫩叶往上爬呀。 就这样, 小约翰和他的新朋友 清风娃娃一起, 开始了一段神奇的旅程。 旅程中会遇到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往下听。 现在注意了, 别走神。 清风娃娃对他说, 接下去, 马上就能看到非常棒的。 小约翰, 你在傍晚的时候, 会不会听到 从沙丘那方传来的 蟋蟀的歌声呢? 但是, 你却怎么也弄不清楚, 那音乐究竟是从哪儿传来的? 现在我告诉你吧, 你听到的那一段段动听的歌声 来自蟋蟀学校, 有很多很多蟋蟀, 每天到那儿上学。 现在别出声, 保持安静,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蟋蟀学校了。 小约翰心灵神会地 听着从不远处传来的 蟋蟀交响曲。 灌木丛便稀疏了。 当清风娃娃 用手里的花拨开草经时, 一块明亮的空地 出现在小约翰的眼前。 一个块头很大的蟋蟀 是他们的老师, 他正在给学生进行小测验, 学生们一个接着一个地 蹦蹦跳跳地来到老师面前。 学生们只要跳跃一次 就能来到讲台前, 测试完后再跳跃一次 就能回到自己的课桌前。 没有跳好的学生 就要站到蘑菇椅子上受罚。 小约翰,你知道吗? 其实你在这儿 也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清风娃娃对他说。 小约翰能够听懂蟋蟀的话, 但这些和他在学校里 学得完全不一样。 首先,以地理课为例, 在蟋蟀的世界里, 并不存在什么 七大洲、五大洋这种说法, 它们的世界 只存在26个沙丘 和两个池塘。 蟋蟀老师告诉同学们说, 除此之外, 外面的世界 就连最聪明、 最勇敢的蟋蟀也没去过, 因此也无法知晓 那是什么地方。 老师还说, 关于外面的大世界的那些奇闻, 纯属、 不符实际的 荒谬的杜撰。 接下去, 蟋蟀老师给同学们 上植物学课。 课堂上同学们 都表现得非常聪明, 很多小蟋蟀 还获得了老师的奖品, 那是经过老师精心挑选的 长短不一, 又嫩又甜的青草间。 最让小约翰感到惊讶的 是蟋蟀世界的动物学课。 它们把动物归类为 跳跃动物、 飞行动物和爬行动物。 蟋蟀是既能跳 又能飞的动物, 所以它们属于高级动物, 之后是青蛙。 因为鸟类是蟋蟀厌恶的动物, 所以被列为 高度危害生命安全 极度危险的恐怖分子。 最后, 老师说到人类。 蟋蟀认为 人类是大而无用的废物, 是非常有害的动物, 属于很低级的物种。 因为 人类既不能飞, 也不能跳。 但庆幸的是, 这么蠢的物种 实在很罕见。 一个声称自己 从来没有见过 人类的小蟋蟀, 被老师用小草 抽了三下作为惩罚, 因为他不小心犯了个错, 把人类归到了 无害的动物行列里。 小约翰对这些知识 感到非常新奇, 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正在这时, 老师突然高声说, 现在, 同学们请安静下来, 我们进行跳跃训练, 预备, 起! 所有的小蟋蟀 立刻停下了 写作业和温习功课, 他们排着队 开始玩挖跳的游戏。 小蟋蟀们的动作 都非常的灵巧, 态度也非常认真。 老师也不例外, 由他带头 第一个跳出去。 小约翰觉得实在是 太有趣, 太好玩了, 情不自禁地 为同学们拍手助威。 但是一听到拍手声, 整个蟋蟀学校的学生 一眨眼就消失了, 蟋蟀课堂 瞬间变成了沙丘, 小草坪上一片死寂。 瞧你, 小约翰, 你可真不懂事, 你在这里 是不能这么鲁莽的,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从人类中来的。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会记住 不拍手, 可这一切真的太好玩了。 接下去还有更好玩的呢。 清风娃娃得意地回答。 他们穿过小草坪, 爬上对面的沙丘。 呀, 在沙地上行走 是多么费劲的一件事。 可是小约翰 一抓住 清风娃娃的衣襟, 身体突然就 轻快地飘起来了。 第一次来到 自己神游已久的世界, 让小约翰惊喜不已。 告别了蟋蟀学校之后, 清风娃娃 会带着小约翰去哪里呢? 我们一起继续往下听。 路上 经过一个野兔的巢穴, 一只小兔子 正把头和前爪 伸出洞外 来回张望。 沙丘上的玫瑰 在这个季节 依然绽放着。 玫瑰甜美柔和的香气 与四处生长着的 百里香混合在一起, 令人心旷深疑。 我是欢迎你们的! 小兔子说。 但有点不巧的是, 今晚我把家借出去 作为一个慈善晚会的 举办场地, 所以今晚 我不能做主了。 真的吗? 难道这里 发生了什么不幸吗? 确实发生了一件 很不好的事。 小兔子有些伤心地 回答他们。 事实上, 在我们这里 最近发生了一场 很大的灾难。 我们需要几年时间 才能从这场灾难 带来的悲伤中 缓过来。 在离这里 跳跃一千次的地方, 人类建立一座 很大的房子, 房子大得不得了, 好吓人, 那里住的人 还养了好几条狗。 因为这座房子, 我家已经有七位 亲戚被害死了。 失去家园的 无家可归的小兔子 更是数不胜数。 浩子和岩鼠们 情况更加不妙, 连禅除家也不能幸免。 今晚将要举行的 募捐晚会 就是专门为了帮助 这些幸存的亲属。 这里的每一份子 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 而我自己呢, 把家提供给大家 作为场地。 我觉得每个小兔子 都有责任为 同类留下点东西。 小兔子伤心地 深深叹了一口气, 用前爪抓住长耳朵, 从头顶上拉到眼前, 擦去流出眼眶的泪水。 原来, 这就是小兔子的手帕。 我们可以 进里面去看看吗? 小约翰问道, 他很好奇 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我也会捐赠的, 算是尽一份 微薄的力量。 小约翰记得, 自己的衣袋里 还装着一块 特制的圆形饼干。 当他把饼干 从自己的衣袋里 掏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 已经变得这么小, 几乎用双手 都不能举起 这块小圆饼干。 他更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大的饼干 还能装在 自己小小的衣袋里。 这块饼干 这块饼干非常贵重, 这可是不同寻常的 馈赠品, 很少见。 小兔子激动地叫出来, 这是一份很难得, 很珍贵的礼品。 今天的晚会 确实非常盛大, 小兔子家的大厅 被装饰得非常漂亮, 也非常喜庆, 地板被撵得很平整, 地上洒满了, 散发出一阵阵 浓郁芬芳的百里香。 在入口处的正上房, 一只蝙蝠倒挂在门上, 欢迎嘉宾的到来, 大声宣布着客人的名字, 他的翅膀同时也是门帘, 这是出于节俭的考虑, 不花不必要的钱。 大厅的墙壁上装饰着各种 雅致的干叶子、 蜘蛛网、 很多倒挂着的小蝙蝠, 还有许多的萤火蚯蚓 在地上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 它们构成了会移动的 闪烁的晚会灯火, 非常壮观。 在大厅的尽头, 有一个用旧木头 做成的宝座光芒四射, 小约翰被眼前美丽的景象惊呆了。 正在这时, 三只坐在潮湿的青苔团座上的青蛙, 开始唱起一曲漫步华尔兹舞曲。 大厅里的嘉宾们开始结伴成队, 准备走进舞池。 不跳舞的嘉宾们 则被一只绿色的小蜥蜴 推到一侧。 这只小蜥蜴是晚会的司仪, 它小心翼翼地来来回回走动着维持秩序。 这实在旁边的两只大蛤蟆很不耐烦, 抱怨完全看不见舞会的盛况。 随后, 舞会开始了。 其初, 舞会场面很滑稽, 每位舞者都是我行我素自称风格, 每个人都想象自己比别人挑得好。 浩子和青蛙都蹦得很高, 一只年迈的老鼠爷爷疯狂地打着转, 其他的舞者必须给他让路。 更有一只很肥的蜗牛与岩鼠结成了一对舞伴, 非要同其他人鄙视一下高低, 但很快就放弃了。 肥蜗牛声称自己的腰突然很痛, 而事实上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跳不好。 小约翰也一直忍着不敢笑, 但当他看到一只小蛤蟆在一只长蜥蜴周围打着转, 长蜥蜴时不时又把小蛤蜆高高举起来, 在半空中画个半圆时, 实在控制不住, 一下子欢心地笑出声来。 这一下子让气氛紧张了起来, 所有人都对小约翰的行为感到不快。 青蜂娃娃悄悄悄把小约翰拉到一边, 轻声告诉他,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吧, 你把事情搞砸了, 也许因为你是在人类中长大的。 就这样, 作为人类, 小约翰匆忙结束了他的舞会之行。 青蜂娃娃带着小约翰慌忙从蝙蝠的翅膀下钻过去, 跑进昏暗的走廊里, 一只萤火蚯蚓, 礼貌地在门口等着他们, 激动地问他们俩, 你们玩得开心吗? 你们同敖波国王说话了吗? 小约翰回答说, 我们玩得很开心, 晚会非常热闹, 难道你今天晚上只能待在黑暗的走廊里吗? 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萤火蚯蚓用伤心的口吻回答, 我如今已经不太喜欢那些抛头露面的场合了。 青蜂娃娃反驳道, 不会吧, 你说的不是实话。 其实是的哦, 很久很久以前, 我也很喜欢参加舞会, 越热闹的地方我就越爱去, 但是因为遇到了无数的苦难, 如今我升华了, 我被净化了。 萤火蚯蚓为自己的言辞无比感动, 她身上的光也因此扑散了几下, 而最终熄灭了。 萤火蚯蚓深深叹了口气。 唉, 我的故事很简单, 但是会让你们很伤心, 它不是什么好故事。 我们萤火蚯蚓是非常特别的物种, 如果我说萤火蚯蚓是一切生物中最聪明的, 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谁告诉你的, 我可不同意。 小兔子反驳道, 萤火蚯蚓用蔑式的口吻追问道, 你们兔子身上会发光吗? 兔子回答道, 我承认是不会。 萤火蚯蚓这时高声说, 我们不仅会发光,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随时把光打开或者关掉。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光是大自然最美好的馈赠, 发光就是最高级的智慧, 是世间万物最渴望得到的。 看你们现在谁还能反驳我。 此外, 我们男性萤火蚯蚓还有翅膀, 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承认, 我没有翅膀, 也不会飞。 小兔子谦虚地回答。 萤火蚯蚓接着说, 因为上天赐予我们发光的天赋, 保障了我们的安全, 鸟儿不能伤害我们, 我们唯一的天敌, 是世界上最低级的物种。 它们搜寻我们, 毁灭我们, 它们就是人类。 人类是万物生灵中最可恶的。 小约翰听完这一席话后, 注视着青蜂娃娃, 似乎没听懂, 萤火蚯蚓刚才所说的一切。 青蜂娃娃微笑着, 示意她别出声, 他们继续倾听这只萤火蚯蚓的故事。 从前, 我整天开心地飞来飞去, 就好似黑夜的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 在一条小溪的岸边, 有一块潮湿而清净的小草地。 那里曾经住着一位萤火蚯蚓姑娘, 她是如此牵动着我的幸福。 这位家人浑身闪着淡绿色的光, 每当看见她漫步在透亮的嫩草丛中, 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为她剧烈地跳动着。 我飞舞在她的身边, 使劲地扑闪着光亮, 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当我看到她发现了我, 并向我默默地发光示爱时, 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但是,当我激动地收起我的翅膀, 决定快活地降落在我那美丽动人的爱人身边时, 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 一群黑暗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们就是人类。 我在慌乱之中逃走了, 他们追我, 并用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砸过来。 但我的翅膀很轻盈, 比他们粗笨的腿快得多。 可是, 当我再回头去找她时, 讲故事的声音就此打住, 大家都不敢作声, 沉默着。 萤火秋引清了清嗓门, 接着说, 其实大家已经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的温柔的爱人, 世上最美丽最迷人的姑娘,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了, 她不知道被那些无恶不作的人类带到哪儿去了。 那块清净而潮湿的小草坪被践踏得乱七八糟, 小溪边, 她曾经最喜欢的地方现在空空荡荡的, 我发现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小兔子再次把长耳朵从脑门前拉下来, 擦干自己的眼泪。 从那之后我就完全变了, 我厌恶所有转瞬即逝的娱乐, 我总是思念着自己曾经的爱人, 盼望着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哦, 原来是这样哦, 你还心存希望吗? 小兔子好奇地问。 我不只是希望, 我知道我们会重逢, 在天堂, 我同我的爱人一定会重逢。 我不敢像你这么确定。 小兔子试图追问下去。 你这啰嗦的兔子。 萤火蚯蚓严厉地叫出来。 我相信怀疑者的世界是没有光明的, 能看到光明的人会否认光明存在吗? 我本人对怀疑者也持怀疑态度, 你们看那儿。 云火蚯蚓一边说, 一边用手, 庄严地指着星空中闪耀着的群星。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家族, 我的朋友和我的爱人, 他们在闪闪发光, 他们的光芒胜似从前。 呜呜, 本人何时才能从凡界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飞向正在向我招手的爱人。 唉, 我真希望不用再等那么久了。 萤火蚯蚓唉声叹气地, 踏到不远处的一个阴暗角落里, 躲了起来。 这个时候, 小约翰感觉自己很累了, 就跟清风娃娃说自己想睡觉了。 清风娃娃脱下自己身上的蓝色外衣, 把她盖在小约翰和自己的身上。 他们一起在沙丘的斜坡上的一层 散发着清香的青苔上躺下, 相互微移, 不一会儿, 就睡熟了。 醒来之后的小约翰 发现自己正躺在沙丘上, 明媚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他的身上, 他呼吸着新鲜空气。 在不远处的地方, 一层薄雾缭绕着稀稀疏疏的丛林, 他看到池塘边那颗高大的山毛菊 依然站立着, 层层绿叶环绕着自己家的屋顶。 昨晚的一切是真的吗? 那可能就需要我们翻开小约翰这本书来, 然后打开想象的翅膀, 独自去探索。 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